哈喽《一镜到底》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温正豪 我在《火神的眼泪》里面饰演的是 邱汉成 邱瑟 哈喽《一镜到底》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火神》的眼泪导演蔡英娟 在死亡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不是为了他们的感谢而救他的 只要他想活下去 我们都应该要救他 当初在《火神的眼泪》 这样一个消防指人剧的时候 那时候除了想呈现 就是消防员相关的故事之外 还有想说另外一部分 想要呈现一些台湾的社会议题 通常消防员进入民众的家庭里 是一个协助的角色 所以我会想透过消防员的故事 在他们每一次出勤的任务当中 呈现一些台湾现在的一个社会议题和样貌 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是 凡是结婚的消防队 爸爸消防队员 他都会面临的状况 就这个人都希望说 大家好啊 家庭好啊 工作同仁好啊 学弟好啊 学妹好啊 我们安安稳稳过一生 类似这样 他比较属于没有那么强大的理想抱负的人 务实的人 我演起来真的觉得 他就是我们走在路上街上的所有一个平凡人 他就是一个非常平凡人 拍摄的过程当中 只要听到救护车和消防车 情绪都是紧缝 这个就算了 杀青之后几个月还会这样 就只要听到迷迪声 我甚至都会开玩笑 我常常跟我朋友出去 只要看到救护车 我都会 同样分队 求远程报到 我都会故意 故意就 但我没有去 就是我就有那种 这有发生什么状况 我可以帮忙 我如果要CBR我也可以 杀青后的一两个月 我整个那个热血都还是在飞梯 很嗨 我觉得他们的演出 我觉得都很感动 我觉得非常喜欢 导演太文青了 然后我们一直跟导演 我们几个臭男生一直跟导演说 你知道导演 男生一堆在一起 一定是垃圾化一直说啦 请导演赋予我们一点垃圾化的空间 那个男生在寝室里面讲的一些 那个无视山 导演有保留一些 帮我们剪掉一些 因为有些人也是觉得 不能上那个 上公司 对 他们有很多这种男生之间的互动 这种急心的发挥 我觉得非常棒 其实一二集中有一些 大家觉得很好笑的笑料啊 其实有不少都是演员们 他们即兴发挥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部分呢 像我觉得 其实申豪他在第十集 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场戏 那场我觉得他演的很感人 真的超棒 因为不能破梗 所以很希望大家到时候到看到 第十集好好的欣赏 譬如说我们拍水域就演那场戏 那场戏其实 很冷 那个真的要帮 对因为我们是在冬天拍片 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演戏的演员 其实非常冷 因为他们要在深夜里 就是在那么寒冷的寒冬里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重拍 不管是演员 也没有什么样的 那么这些的人 没有人能不能把那个 还有那种 因为我们会认的 你可以让一下